為了釋除商界和中小企對競爭草案的疑慮 香港大學法律系、立法會議員湯家驊辦事處 與社區發展動力培育共同舉辦競爭法研討會 並邀請英國著名競爭法學者Richard Rich教授為這次研討會的主講嘉賓 希望透過學者的論述和各個持份者的互動討論 減少商界人士對法案的疑慮 最終讓法案得而順利通過 歡迎大家收看《時事一丁》 我是民主動力的蔡耀卓 最近政府官場都五勞七傷 當然最大件事就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劉吳惠蘭 被證實後來他也承認身體有問題 要辭職 到我今天在跟大家說話的時候 政府還未公佈他的繼任人 另外當然有我們公公 亦都入院做過手術 另外還有孫公 之前的佳叔都相當多問題 這樣的情況令人很害怕 特區政府現在這樣的情況 真的能夠做到一個政府的工作 如果高層的官員也有這樣的形勢 當然現在尤其是劉吳惠蘭辭職 都帶出一個問題 最近都談到 到底是誰去繼任這個工作呢 大家就說政老本來應該是副局長蘇錦良 作為一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 如果局長不在 事實上現在也處理這個工作 超過一個月了 政老應該繼任 但是當然蘇錦良行不行 這個可能都不需要怎麼說 大家都似乎都幾有共識 這樣的情況 所以也都說政府要四出打拿 有沒有其他人去做 發覺好像又不太行 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也都真是幾正常 一則就是說現在距離 曾蔭權這個屆政府收檔 都只有一年鬆一點的時間 坦白說 誰會在這樣的時間做一年的功夫呢 因為下一屆是怎樣 都沒有人知道 另一方面就是現在的政府 是處於一個很弱勢的狀況 所以更加我想 沒有甚麼人 即是中國沒有人 走過來 進去火坑 又是慘了 不過你說誰做都好 首先我覺得有一件事 我覺得要澄清一下 有些人說其實蘇錦良 如果你作為副局長 你就是應該局長不在 你就一定是由你上去很正常的 所以如果蘇錦良不能夠上去做局長 就是這個文澤濟這個副局長 都是失敗 當然一定程度可以這樣看 不過嚴格來說 如果你說局長和副局長的關係 一定是當局長不做的時候 必然是副局長做局長 作為一個短期的局長 是出了公告或是放假 或者是病假也好 副局長處任是毫無疑問的 是的 因為這個也是在制度上這樣做 也不需要甚麼特別的程序 只需要特首在憲報刊登的消息 已經可以了 但是如果說局長真是辭職 是否一定是副局長頂上 如果他不能頂上 就算是不行又未必 因為過往就算是一個 以前在文官制度的時候 有局長有副局長 但其實在以前來說 局長和副局長在文官制度上面 他們的資歷是很大差距 譬如以前局長在未有問題 局長叫D8 第8級 但副局長通常大概是第4級 所以那個連資也有相關差距 一般來說就算是一個局長換人 他都不是由副局長可以直接派上去 當然以前民官還有一個 因為AO大家輪流 趨勢轉 所以我想在現在這個制度 就算副局長不一定是擺上去做局長 這個不一定是表示制度甚麼 當然請我問責制是否問責 副局長行不行 這是另一件事 大家都相當多批評 不用怎樣說 我反而覺得事實上現在有大的問題 更加核心就是 這個特區政府現在無論如何 找到一個人 或是找誰去做商務局局長 特區政府五爐七箱 這個才是現在致命的地方 就算沒有林惠蘭今次事件 其實我們近期都看到 曾蔭權政府正是回到聯盟的狀況 他坦白說 沒有甚麼很強的管理意志 讓我們看到 就算有些身體未必有甚麼事的局 很多局長都等下班 這個才是一個問題 我想這裏是回到 除了說有否用人不當之外 其實都是現在我們特首的制度 因為特首五年一任 最多是做兩屆抗爭任權 他根本沒有得再做 即使跟他真的沒有前途 而因為特首的班子沒有基準 這班人完畢便散水 可能在外國來說 他有一個政黨有一個班子 就算換了一個英國換首相 他也可能有同一個班子可以維繫 他不只是來當官 他有參政的歷史 這裏是香港所缺乏 所以我想這裏是我們看得到的 從現在這裏 這個特區政黨五六七雙 除了說真的有病 更加顯示到 根本現在我們的制度 絕對是很可能 這一類幾年或最多是十年 當特首換屆之前 出現的一些政治亂局問題 如果我們現在特首選制度 在民主化不能夠改善的話 根本這個政治班子五六七雙 看來可能在接下來 都會繼續幾年 又有機會出現一次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們香港社會 是不是可以這樣 如果政府這樣 是不斷五六七雙下去 其實這個絕對是整個社會的一個不幸 無論如何我們就適合以待未留發展 今天講到這裏 拜拜 扶貧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旁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